北部有一间国立大学附设的幼稚园 竟然也传出了霸凌事件了 才四岁大的美媒在学校被同班的弟弟呢 几度的抓下体来欺负 原方怎么处理 没有处理耶 不只是这个隐匿不报 还拖延通报时间 后来呢在家长当然是心里很心疼啊 就要求说你这个怎么样对我们家美媒 那个弟弟应该要转班 结果原方竟然说要隔离也是隔离美媒耶 让家长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出面控诉 他就是半夜睡不着起来的两次 第二次的时候才跑过去跟他爸爸说 他下体很痛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的女儿跟我说 妈妈我很勇敢 我被抓的时候我没有哭 把四肢的宝贝女儿送到幼稚园 竟然遭到同班同学霸凌 疑似在厕所暴力抓上女童下体 让家长好不舍 怎么不敢去上厕所 他说学校厕所嘿嘿 焦虑 然后又哭又闹 说有啦有啦 然后他说他就没有什么讲话 我就觉得奇怪 我的小孩怎么会这样 小女童遭到暴力对待 现在不愿意上学 除了外伤还出现焦虑症状 家长要求原方将施暴男童转班 但校方竟然说可以隔离 但是是要把受害女童隔离到校长室 要不然就在校室内 设100公分隔板将两人分开 或者135246轮流上课 让家长听不下去 他们说要轮流上课一天 不然的话就是说在教室里面放100公分高的隔板 然后要哄骗我的小孩说 那个男童不在 我们并没有拒绝把两童隔离 因为目前整个案件已经进入了调查小组在台调查 那调查小组在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不便进座处置 校方表示案件由姓平会调查中不能随意将男童转班 但调查最少两个月 校方做法推托 家长决定办理转学 尽快辅导女童 摆脱阴霾 最近有关下刘晓琪 台北报道